好来我们开始上课啊 上课之前自己再回顾一下上节课讲啥了 上节课我们讲了六个原因字母记录七个单元音的写法 尤其我们强调了六个原因字母 你重点掌握它的独立形与词头形 因为它的词中和词尾会根据前边的字母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但是对于原因字母一 我们要求你把握住他们的词中形是吧 前边如果是辅音字母那么写作一个长雅 如果前边是原因字母那么写作两个长雅 同时要求你们记住原因字母一的词尾形 然后我们给大家讲了辅音字母n和六个原因字母拼写的 构成的六个音阶的四种变化是吧 四六二十四个有一张表格哈 同时呢我们还讲了辅音字母n 在避音阶阶尾的写法 如果一个辅音字母n它出现在了避音阶的阶尾 它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在避音阶阶尾同时在单词中 那么它写着一个短牙 还有一种情况是出现在避音阶阶尾 但是出现在单词的阶尾 绝大多数情况它就写成一个向右的尾巴 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它在左下角加一个点 就是呃呃呃这个音阶单独存在的时候 对吧 好以上的就是上节课讲的内容哈 如果你作业做的很认真是吧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哈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今天呢我们有三个任务是吧 时间短任务重啊 上节课我们讲了一个福音字母 这节课我们要讲十七个福音字母是吧 特别开心哈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任务 一是要把握住一般福音字母 与原音字母相拼的规则 啥叫一般福音字母 就是大家到一起了 二十多个字母是吧 开个会 然后绝大多数字母都有一致的拼写方式 就有一些人奇奇怪怪的不一样是吧 那些奇怪的下节课在说 这节课我们说的是一般情况是吧 你只要把握住了上节课的福音字母 和六个原音字母拼来拼去的各种写法 那么这节课你只不过是新学十几个符号而已 第二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把握住有一些福音字母 与原音字母结合之后 要么在书写上特殊了 要么在发音上特殊了 这是需要我们重点把握的啊 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啊 来我们先来念个经是吧 自己念两遍啊 黑板上的出声来 在咱这课上应该读一和五是吧 应该读一和五啊 好了我们来看看这个口诀咋用 是吧 因为向右的阳性的字尾永远等于一个短牙 所以啊的独立形变词头形这样的 是吧 那和呢这两个音阶的独立形变词头形 也是下边写的这样是吧 如果不用如果你们一定可以是吧 我认为这个小学一年级以上 会玩连连看的都能看得明白是吧 从上到下怎么变化的 就是把向右的那个字尾变成了一个短牙 对吧 这是我们口诀的第一个 第二个向左的字尾变成了一截自干 这是呃的词头形 对吧 这是复习的内容 然后呢 在上几个课做作业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否有同学有这样的疑问 是吧 至少当年我学的时候有这个疑问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里说一句 叫做两个原因字母相连 第二个原因字母只能是一或者乌 如果是乌 那么不写点 注意我们这个第三条这个规则 这个口诀 只适用于各位的初学阶段 当然在座的99%也没有下一个阶段了 是吧 这学习课上完就算了 是吧 如果你在深入学习 那么这个口诀当然就不适用了 它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特殊的拼法 但那个东西你一辈子也遇不着几回 是吧 我们都算特殊的 我们不管它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上面有这样一个单词 是吧 向右的尾巴 我们学的知识告诉我们 它要么是A 要么是N 对吧 那前面那俩言一定是A的词头形 对吧 但是因为两个原因字母相连 第二个原因字母只能是1 或者是乌 如果是乌不写点 第二个原因字母能是A吗 你看告诉你只能是1或者乌 然后我问你能是A吗 那答案是多么的直接 是吧 不能是吧 所以这个单词 只有唯一的答案 就是 一个A的词头形 加一个避音接接尾的单词尾的N 对吧 它不可能是A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前边A是原因字母了 所以后边不可能再有一个A了 听懂啥意思了吧 两个原因字母相连 第二个原因字母只能是1或者乌 如果是乌不能写点 是吧 不要看到乌就写点 是吧 太粗糙了 学的哈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 他给了你一个拉丁满文 是O 让你写传统满文 不要见到乌就不写 就写点 是吧 两个原因字母相连 第二个原因字母是乌的时候不能够写点 所以他的写法一定是这样 而不是下边这样 是吧 而这两个错误的答案 是我们每年的这个试卷分析中 都频繁出现的 是吧 我都建议我同学 是吧 期末考试拿来卷 写好了名字之后 不要答题 是吧 先念一遍 是吧 向右的尾巴相当于一个短牙 向左的尾巴相当于一个 只干两个原因字母相连 第二个原因字母只能是1或者是乌 如果是乌不写点 然后再开始做题 是吧 你看就差一道题没过 五十九多闹心 好了 对对对对 这个在网上学的同学们 都在期待你们的笑声 是吧 这个笑声是真的笑 不是我们后配的音 好了 然后在开始今天的课之前 是吧 我们要补充这样一个知识 是什么呢 在满文中存在这样两组 对立的福音字母 什么叫对立 他和他拼 那他就不能和他拼 懂这意思吧 小张和小李如果是好朋友 那么小王就不和小李是好朋友 小张和小王就叫对立的 听懂了吧 好了 什么意思呢 满文中存在两组 写法彼此完全不同 发音也完全不一样 但是写作拉丁字母的时候 却完全一样的福音 啥意思 像绕口令一样 我们以第一个K为例 是吧 满文中有两个K 实际有三个 第三个不说 是吧 有两个K 一个叫做阳性的K 一个叫做阴性的K 写作拉丁字母的时候 当然都是K 对吧 但是在传统满文中 阳性的K的写法 和阴性的K的写法 完全不一样 根本不是一个字母 而阳性的福音字母K的发音 和阴性的福音字母K的发音 也完全不一样 它根本就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福音字母 听懂了吧 只不过因为拉丁字母的数量有限 我们都用K来转写 那么问题来了 你两个字母用同一个拉丁字母来转写 不会弄乱吗 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是对立互补的 和原音字母 阿 欧 欧 欧相拼的 一定是阳性的 和原音字母 阿 欧 欧相拼的 一定是阴性的 听懂啥意思了吧 只有阳性的K 能够和原音字母 阿 欧 欧相拼 只有阴性的K 能够和剩下的三个原音字母 阿 欧 欧相拼 自己看一看 一共就六个原音字母 对吧 前边给撒 后边给撒 看明白了吧 好了 这个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来说说发音 是吧 左边这一组阳性的KGH 它的发音是汉语中没有的 汉语普通话中没有的 我要不强调以后 我提汉语说的都是现代汉语普通话 有同学老较劲 是吧 杠精 然后跟我说方言的事 是吧 那没有意义 我们说的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没有 是吧 但时间有限 我不能每次都说现代汉语普通话 我的课上不特殊强调 说汉语指的就是现代汉语普通话 听懂了吧 而阴性的KGH 这三个福音字母的发音 和现代汉语普通话是完全一样的 好吧 然后我们以第一组为例 横着看是一组 是吧 跟我读一下 是吧 我们先和每个的第一个原因字母相拼 来 咔 那明显不是汉语的咔 对吧 能听出差别吧 来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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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不一样 对吧 后边的那个咔跟汉语拼是一样的 对吧 哎 你们都很熟 前面这个咔是不是很不一样啊 哎 这是个小小舌的色差音 是吧 好了 当然如果你是个东北人是吧 你就会觉得说 哎 这不跟汉语一样吗 是因为我们东北人 尤其是老一代 尤其是我们80后几以前的 是吧 我们发咔这个音 确实都发成咔是吧 比较土比较囤是吧 我们课上时间有限是吧 就不展开讲这个段子了 来跟我读一下来 咔 咔 哭 哭 咔 咔 咔 哭 哭 哭 一定有一种卡弹的感觉 不然就 不然就错了 是吧 哎 如果你发音发狠了 尤其是给初学的人做示范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辅音发得非常夸张 是吧 甚至能够感觉到小舌头都在动 是吧 来跟我来啊 来 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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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哼 听到我笑 对吧 我这个发的太夸张了 是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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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哼 哼 哼 咔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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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这一片都不够靠后 是吧 要带卡弹的感觉 当然我们这学期的课是吧 因为课识少 所以对大家的读没什么要求 你知道它跟汉语不一样就行了 然后我们来读读跟汉语一样的你们都会来 可歌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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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一个一个读吗 不用是吧 Ki 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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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he he 喝 he he 喝 he he 这有啥可笑 这个笑点滴非常好是吧 让我这个课很好讲啊 好了啊 牢牢记住 杨性的k g h 只和原音字母 阿欧欧相拼 音性的只和阿欧欧相拼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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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啊 好了 那么怎么写呢 杨性的k它只能与三个原音字母相拼 分别是阿欧欧 而它和原音字母相拼的规则 与辅音字母N 与原音字母相拼的规则完全相同 然后在写之前你先对照一下 左边是那的独立词头词中词尾 右边是k的独立词头词中词尾 你很容易在对比中就看到 它们两个辅音字母下的原音字母阿的写法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一个向右的尾巴或一个断牙 没毛病吧 那么对于这个辅音字母 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个辅音字母的写法 剩下的字母你就都会了 如果上几课作业你做会了的话 对吧 哎我们就来看看怎么写啊 来抬头看啊 写法是吧 相对复杂 不要着急写 先听我讲看我写 然后你在本上写啊 第一笔 从左上到右下 从二三线之间写到三四线之间写一个点儿 一个线段是吧 第二笔由第二条线起笔 向第三条线兜一个类似半圆的结构 类似啊 上去了是吧 然后由第三条线向第四条线兜 碰到第四条线再兜回第三条线写一个短牙 他到底与第一笔这个点儿相不相接 不重要 碰就碰上 碰不上就碰不上 然后顿笔下来 看明白了吧 两笔写成 啊两笔写成 注意别着急写 这是这个辅音字母阳性的k的写法 那么我们如果写k 如果写k 是不是只需要在下边接一个向右的尾巴就行了 二 顿笔拉出来 是吧 然后我们分析一下是吧 我们要把独立形变成磁头形 是不是只需要把最后一个笔环变就行啊 向右的尾巴等于什么 非常好啊 我们写一下啊 变成了一个短牙是吧 然后要把磁头变磁钟 是不是得变前半截了 注意 我们反复讲为啥磁头要变磁钟 就是前边要接别的字母了是吧 明显这个辅音字母长得知能巴翘的接不上别人了是吧 我们来分析一下哈 这个辅音字母是不是带了一个短牙啊 这个东西啊 对吧 然后他有一个翘起来的这个结构看到了吗 是吧 上边这玩意儿相当于一个短牙 加上下边本来人家就有的一个短牙 那么这个辅音字母等于几个短牙 两个 到底几个 确定不是一个吗 哎 非常好啊 这个数学员有的时候也不太行是吧 我来再来一遍 这个辅音字母本身底下有一个短牙 上边这个翘起来的结构相当于一个短牙 那么这个辅音字母相当于几个短牙 哎 非常好他就相当于两个短牙是吧 好了那这个圆音字母啊是一个短牙 所以在词中的咖是 好别着急写啊 你一定要写的短牙短长牙长 任何两个短牙之间的距离都是相等的 但是这是你初写阶段 你要一比一环的写是吧 我们既然知道词中咖就是三个短牙 并且我们能分析出前两个短牙是阳性的辅音字母K 第三个短牙是原音字母A 那么他的词尾咋写 把第三个短牙变成什么 向右的阳性的字尾 那还剩几个短牙了 哎非常好 数学能力又回来了 没问题吧 这就是咖这个音阶的独立词头词中词尾是吧 哎不要睡觉啊不要睡觉 尤其在第一排很不美观啊 好了下边给大家两分钟时间 把咖的独立词头词中词尾写下去 然后你要做笔记像我刚刚讲的这样 知道哪里是原音字母哪里是辅音字母 知道这个辅音字母是如何变来变去的 听懂了吧 两分钟时间足够了是吧 这个记笔记一定要又快又准是吧 当然也很困难是吧 大部分人学满文在入门阶段学字母的时候学不明白 主要是由于记忆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不是记忆力 注意力不集中是吧 没关系续不集中是吧 很窄的 考虑 数据不集中 在我们的农土里里面 大部分人ãy派对呀 与您的感觉 写完的同学自己在下边给自己讲是吧 给自己讲课 辅音字母和原音字母怎么拼的是吧 差不多都小安了吧 小安的抬头 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抬头看一下PPT是吧 阳性的KGH能却只能和原音字母谁相拼 A O U对吧 而这三个辅音字母他们的写法非常的类似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啊 只要在这个辅音字母K的第二个短牙右侧加一个点 它就变成了对应的G加一个圈就变成了H对吧 啥也不带的是K带点的是G啥也不带的是H听懂了 带圈的H是吧 我说的是啥刚才 非常好 我说错了 可恶了 非常好 那我们就来一起写一下 在写的时候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是我们一起写了 你要注意点和圈的位置 点一定是在从上往下数第二个短牙的右侧起笔 那么你起笔在第二个短牙上 当你写完是不是就已经离开第二个短牙了 哎 圈也是一样 这个圈 大家注意啊 我先把点和圈写出来是吧 这个圈的写法不是一个像句号一样的圆 是怎么写各位来看 从下向上 逆时针旋转 看明白了吗 是这样一个形状 右侧是像一个水滴一样 左侧是一个尖 这个尖指向了第二个短牙 听懂了吧 第二个圈的位置只要一变 就会导致整个单词变成另一个单词 是吧 我在黑板上写 你们在底下写啊 争取能同步写完 这三个辅言字母 本质上都是两个短牙 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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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材料 如果不会写了 就抬头看一看黑板 是吧 注意点和圈的位置 很重要 谢谢大家 写完的同学也别没事干 写完的同学你想一想 他和欧相拼怎么写 他和欧相拼怎么写 是吧 我在课上就不准备在黑板上写了 是吧 因为我认为你们都能够自己解决 我们这个时间太短了 如果是在网上看的朋友 你跟不上的话 你可以这个是吧 出门右转 看看B站我上传的这个慢讲版的 是吧 讲30多个小时的那种 但是我认为不用 是吧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是吧 都跟得上我这个课 当然B站现在年轻化 是吧 有很多小学生初中生 挑战一下自己 都小了吧 来我们看一下PPT 我这里列出了阳性的KGH和原音字母AOO相拼的九个音阶及其四种变化 四九三十六是吧 如果你不好好听课 那你回去只能记这三十六个符号了 如果你但凡好好听了听课 你只需要记三个符号就行了 对吧 哎 这效率问题是吧 来我们看一眼啊 看一眼 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 我认为只有两处 第一处就是牢记 点和圈的位置永远是在这个辅音字母的从上往下数的 第二个短牙的右侧 这个位置不能变 第二点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和原音字母O相拼的时候 在词尾的时候这个O的写法不太一样 圈过去了 对吧 圈过去了 这是在讲NO和NU的时候我特意强调的 是吧 这是我们经常错的地方 剩下我认为这张表上不应该有任何东西是你有疑问的 这里边用的所有的规则都是第一节课讲的 你只是新学了三个符号 把它替换掉了上节课那个N仅此而已 下边的原音字母的写法是原来的 对吧 好了 那我们往下看 请大家上演 我们做个练习题 是吧 我们上节课讲了 辅音字母N在音接尾 它要么是一个向右的尾巴 要么是一个短牙 对吧 我已经用黄色给你框出来了 是吧 这不是问你 是吧 这让你上课跟着我思考一遍 那个黄框里是我们刚刚学的音接卡 然后下边接了一个向右的尾巴 那个尾巴一定是N 它合在一起应该读 不是看是看 卡弹是吧 看 非常好 然后它变成词头的时候只需要把向右的尾巴变成一个短牙 一个短牙 一定要说出数量来 是吧 一个短牙 那词头变词中呢 这个就热闹了 是吧 看是几个字母 三个 K A N 是吧 其中这个阳性的K在词中是两个短牙 而原音字母A在这种情况下是一个短牙 而辅音字母N还是一个短牙 所以在中间是四个短牙 非常好 是吧 跟上了 那么看这个音接在词尾的时候 当然就三减一 对吧 两个短牙是K 这个短牙是A 然后一个是N 对吧 就没问题了 是吧 阳性的K 加R加N 是吧 如果你这个想明白了 那么下边这些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是吧 只是加点加圈 只是牢记这个点和圈 一定是这个辅音字母从上往下数 第二个短牙的右侧偏下 是吧 好了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来吧 是吧 这些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看一眼 是吧 看一眼 做都做了 是吧 看一眼 是吧 看一眼就得了 是吧 这玩意我认为第一也不用拍照 是吧 第二也不用应响 如果你靠应记 那那是完了 是吧 那是完了 你想想满文中常见的音接 大概是1440多个 是吧 每个有四种变化 也就是不到6000个 是吧 那就没法学了 是吧 没法学了 不能这样学啊 不能傻学 是吧 学的是规律 是吧 用的符号非常有限 啊 接着往下来啊 这个是不同样的道理啊 比刚刚那个还简单 唯一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 原因字母下面的原因字母一 在词中要写成两个长哑 那咋读就不用教了吧 会汉语拼的人 来跟我读来 啊 跟我读来 啊 啊 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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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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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啊 以此类推 是吧 会了一个规律 剩下的都会 嗯 开 开 开 是吧 开 开 开 好 那下边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在课上 我们就不一一去讲了是吧 没什么可说的是吧 会一个就会九个是吧 啊 会九个就会三十六个啊 啊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是不是又变成了同样的啊 原因字母 乌在另一个原因字母下的写法啊 我们在第一节课就学了 牢记他没有点就可以了是吧 我拿圈都给你画出来了 这哈 结合上节课的内容没问题 跟我读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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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 鼾 d 到 哨 说没问题啊 嗯 对有问题你也不说我是吧 说我也停不见是吧 所有的是吧 我们穷尽了这种可能是吧 穷尽了所有的可能啊 好了 然后下边我们就要开始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规律了 今天讲这个规律是根据第一节课的 那个辅音字母N的规律总结出来的 是吧 然后呢 能够应用这个规律的辅音字母 一定一共只有17个 其中N已经学过了 这个卡卡卡阳性的也学过了 是吧 然后我们就从前往后看就行了 是吧 我是不是提前让你们准备这玩意儿了 辅音字母钟表 对吧 把它掏出来 是吧 印都印了 是吧 你会看到说 哎老师不对 你查错了 我这个表上是18个 是吧 注意到了吗 表上是18个 你注意到了吗 是不是18 到那个RPR 是不是18 那是因为14和13是一个字母 是吧 我们说到那再说 是吧 我们这里从01开始 一直到18 一共是17个辅音字母 是吧 你只需要掌握这些辅音字母在词头词中词尾的写法 在应用上节课和这节课学的这个原音字母相拼的规则就能够把一般辅音字母和原音字母相拼的所有形式给他写出来了 是吧 然后为了增加趣味性 我做了个GIF 是吧 来看看 看得明白吗 上边上边的辅音字母在变是吧 下边的原音字母啊不动是吧 哎 这个呢是独立形是吧 这个呢是对应的词头形是吧 上边动的是这17个辅音字母是吧 来我们试着读一遍 我们来看这个 能跟上就跟是吧 我们来两遍 这比较快没关系啊 好 哎 他不动了 吓坏了 别这样啊 来我们看看 让他动起来 非常好啊 来 我们读一下啊 来 擦 擦 嗯 他又不动了 嘿嘿 来 拉 妈 他总不动 这个就非常崩溃啊 我哎 我特别认真做了个GIF结果 哎 这个学校电脑 哎 卡了 卡了 哎 非常尴尬 没关系 是吧 没关系 你可以看着你们那个辅音总表 是吧 你那个辅音总表里边只有那个辅音字母的写法 注意啊 我们默认带一个啊拼一遍 好吧 从01开始啊 你看最上的横着那排 好吧 来 来 那 那 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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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 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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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还是不说你 我可以对吗 我还想拯救他一下 算了 是吧 来 读到哪了 读到零几了 啊 好 来跟我读啊 咱们从十开始来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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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笑 是吧 每个班都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吧 你们觉得这个音很可乐 是吧 嗯 别这样 是吧 一脸没见识的样子 是吧 大部分语言都有这个音 好吧 倒退一千年汉语也有这个音 好吧 啊 来 再来一遍啊 来 拉 来 好 这样 严肃一点 来 拉 拉 发 发 大家注意 十三和十四都是辅音字母F 那它有两个写法 能够看得出来俩写法不一样吧 哎 你要看不出来就麻烦了 是吧 其中十三这种写法 它只能和原音字母A 呃相拼 而十四这种写法能够和剩下的四个原音字母相拼 是吧 然后十五跟我读来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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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牙一般不要咬嘴唇哈 然后别着急翻页 你比较一下 十三 十四 十五 你比较一下 十三 十四 十五 是吧 十四和十五长得一模一样 对吧 那这肯定有问题 对吧 如果长得一模一样 在单词里我咋知道呀 你看看那个十五能和谁拼 哎 复音十五 这个吴 它能却只能和原音字母A 呃相拼 它不能和别的原音字母相拼 所以它只需要与第十三个复音字母相区别就行了 明白这个意思吧 哎 至于十四和十五 它俩虽然长得一样 但是出现的条件不同 看明白了吧 哎 哎呀 这个电脑还真的是让我 不知道怎么夸它是吧 好来吧 翻页来翻页 硬讲是吧 没有PPT硬讲啊 然后该几了 16是吧 好 来 擦 擦 注意那个R带一匹的 读音才和汉语拼音一样啊 而不带匹的 那个是大家笑的那个R 是吧 那这个R咋练是吧 一定是可以练的 是吧 一定是可以练的啊 你去练一个单词 是吧 这个单词啥意思 完全不需要你知道 是吧 哎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是吧 陪大夫想出来的训练方法啊 这个单词划分一下音阶会吗 不会上几个刚讲两个原音字母之间有两个辅音字母在哪切 来跟我读一下来 不是特行不行啊 这个嗯是嘴是病上的对吧 来 乌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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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就练一星期啊 早中晚各三 早中晚三次 每次每次五分钟是吧 七天一疗程啊 一疗程如果不行就再来一疗程 正常人一疗程肯定可以是吧 五分钟基本上你能来一百五十次左右是吧 乌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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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练习啊 好了 可以了吧 好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 是吧 来 请大家抬头啊 一般辅音字母与原音字母相拼时 他们共享一套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拉那一行的规则 你会了拉那一行 剩下的辅音字母和原音字母相拼你都会 你只需要进那个辅音字母的鞋法 对吧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是吧 咔咔咔讲过不用说 是吧 然后我们来看那个撒 我们来讲怎么写啊 来 各位抬头 这个 发音很简单 但是写 很多同学都写的很差 写的不好 是吧 要注意听 起笔是在第二条线和第三条线之间 顿一下笔 是吧 我们这个起笔总要顿一下笔 顿一下笔就写了一个小线段 然后向右上微微抬起 超过第四条线 刚过第四条线就向回温和的转折出一个短牙回来顿笔 看明白了吗 再来一遍 先从第二条线到第三条线顿一下笔 是吧 然后向右上微微抬起 超过第四条线或者刚到第四条线 然后温和的向下转折 是吧 所谓的温和就是你写个糊 是吧 然后过第三条线出一个短牙 转折回来 这个注意 这个顿笔一定要抬起来 是吧 一定要抬起来 啊 这就是这个笔音字母S的写法 那下边写阿呢 是不是向右的尾巴呀 好了 那他独立编词头不用说了吧 照抄 然后写一个 增加一个短牙 是吧 别着急啊 先看我写 是吧 然后给你时间写 那么他的词中呢 一如既往我们反复讨论 是吧 词中就是前边有字母 是吧 大家注意 顿笔这个玩意儿 顿笔这个东西 它相当于一个短牙 而人家本身 是不是又带了个短牙 当然你不能把它写成两个短牙 不然就跟那个咖一样了 是吧 怎么写 看 一截自干 没问题吧 向前写一个短牙 回去 再写一个短牙 注意 这是这个笔音字母S 下边这个短牙 才是这个原因字母 我给大家切一下 看明白了吧 这是这个笔音字母S 在单词中的写法 是吧 合在一起 这就是三 那由词中变词尾 没什么可讲的 是不是 只需要把原因字母A的这个短牙 变成阳性的相优的尾巴 就可以了 好 没问题吧 自己在底下写 杀 独立刺头 刺中刺尾 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啊 十三号是吧 对 这个什么 如果是在网上看视频的朋友 我们这个课是在2019年的 11月13号讲的 是吧 你看视频看着点 永远看最新的视频 是吧 如果是十年后 你再看我的视频 就没必要看了 你就找着我2029年讲的 好吧 不知道那个时候 还有没有双十一啊 写完了吗 大部分同学没写完 我们再等一等啊 可以吗 可以了吧 来抬头看啊 大家注意啊 这个 他的写法其实并不难 你只要把握住 他这几个关键点就行了 但是注意 这个辅音字母 是可以出现在音接尾的 也可以出现在单词尾 当然是吧 他出现在单词尾的写法 是这样的 你看我写到这 是不是合在单词中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别停笔 写这样一个小尾巴 就OK了 这就是在单词尾的 然后我们来看个应用 有一个单词 看这个念啥 这个念啥 跟我读来 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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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你看下边这个单词读什么 你到现在为止 只学了一个带圈的字母 是什么 这条线下边没问题吧 哈 对吧 上边是不是 阿斯 跟我读来 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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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听到你卡弹的声音 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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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呢 你如果记录了阿斯 和阿斯 再记录这个 沙的 独立词头词中词尾的写法 这个俯音字母你就算是掌握了 好吧 好 来下课休息啊